剛才十八洛漢場這個拜佛的是兩手 那通常我們一隻手也可以 一隻手的時候注意到 你要在手這邊要更穩定 更輕 然後在這邊對他的脊椎骨中心線 從這邊形成一個三角形 用這個三角形前面穩定 好 用這邊 對他 這個是程度啦 困難度會比較高 因為兩隻手可以去夾他 但是他沒得夾 沒得夾以後 你就變成你要穩定 去對他 在這裡只要你有出力就滑 有出力就滑 注意一下 那在這裡注意一下 我們掌隊長這一面 因為他掌是陰面 所以我們用陰 把力量收回來 然後收陽面 打出去 回給他 萬一換手了 他用另外一隻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關鍵是一樣 站正一下 關鍵是一樣 我們單手貼他 然後在這邊對中心線 找一個角度 然後去對他 一定走 對他 如果在這邊 你如果變成一直線 打得不好走 所以找一個角度 因為有一個寬度 你在用力的時候 比較 那這一隻手來講 他講話 他是羊面 羊面用力對你 那我們羊面把他力量收回來 硬面回去 不要羊對羊 羊對羊會會蹲到 所以羊收回來 硬出去 其實他的力就會走 這是比較需要程度的部分 有些問題 有些問題 是 對羊面的 是